欢迎观看真观点 我是真飞 前几天纽约时报常驻印度新德里的 南亚分社的社长Jeffrey Gettelman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做大灾难 印度无处不在的疾病 印度疫情持续飙升 在年续10天 每日新增病例超过30万之后 刚刚过去的周末 首次破了40万 激增的死亡人数也已经达到了每分钟2.5人死亡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印度正在经历着什么 为什么印度会突然间疫情大爆发 你知道吗 早在去年的5月份就有天象预示了 第二波疫情的始发地 天定下了印度 那么在双突变病毒的原因之后 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因素呢 最近印度占星施阿南德又抛震撼弹 准备好迎接第三波疫情 就在几个月之后 我们先跟随Gettelman走进印度 近距离的去看看正在那里发生的灾难 他说 近20年来 我作为一名外国记者 曾经在战地报道 在伊拉克遭遇过绑架 甚至在多个地方被判入狱 但是现在是另外一种不安 这与去年印度第一轮感染时是截然不同的 那个时候是对未知的恐惧 现在我们了解了疾病的规模和速度 我们了解了第二波疫情的可怕的力量 在同一个时间能够打击所有的人 那在去年第一波的疫情当中 我们是一直担心 但并没有真正发生的事情 如今正在眼前发生 人们崩溃 倒下 以及意识到无数的人将会死去 我在公寓里 病毒在外面 我在等待着被感染 我觉得我一定会染病 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但是我无法知道我的两个孩子 妻子和自己 将会成为亲患者 然后恢复健康呢 还是会生重病呢 如果病了 我们将去到哪里 印度的ICU已满 许多医院的大门都已经关上了 我住的地方是南德里 曾经的热闹非凡现在是安静至极 医生们警告我们 现在病毒的传染性更强 而我们能得到帮助的机会 比第一波疫情时要小得多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出门 好像外面有让我们 根本都不敢呼吸的有毒的气体 那我除了为家人弄到不能外送的食物之外 很少冒险 我会戴两个口罩 尽可能的避开更多的人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一家四口都被困在家里 我们试着去玩游戏 试着不去谈论谁生病了 或者谁在这个被围困的城市当中奔波 寻找他们可能根本找不到的帮助 有时我们只是静静的坐在客厅里 看着外面的榕树和棕榈树 在漫长寂静炎热的下午 透过敞开的窗户 我们能听到的只有两种声音 救护车的声音 以及鸟叫的声音 我所在的街区里有几十户家庭都染病了 我的一位同事病了 我儿子的一位老师病了 从个家王右管第二位邻居病了 王左属的第二位邻居也病了 我一位身在医院的好友 连病床都没有 他对我说 完全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传染的 只要染上一点 这严重的病情 让他是一句完整的话都难以说完 医生说 他需要的药物在印度根本找不到 这个有着2000万的印度庞大的首都新德里 正在遭受着灾难性的打击 活葬场里堆满了尸体 就像刚刚发生过一场战争 大火不分昼夜的燃烧着 许多地方在进行一次几十具尸体的集体火化 到了夜晚 新德里的某些地方是火光冲天 几天前 新德里检测曾阳性率达到了惊人的36% 这又意味着接受测试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受到了感染 而在一个月之前 这个比例还不到3% 扩散的如此之快 以至于医院是人满为患了 成千上万的人被拒之门外 药物也用完了 救命的氧气也用完了 病人被困在医院门口望不到头的队伍当中 或者就是被闷在家里 大口喘着出气 几天之前 新闻报道一架印度空军飞机 从新加坡往贫穷地区运送氧气冠事 我差点哭了 原来政府在空运空气啊 这一座城市的医生和新德里的高级政客 正在社交媒体和电视上向总理莫迪发出绝望的求救呼吁 祈求氧气 药品和帮助 和其他地方一样 在印度以往 富人都是可以被优越的对待的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我一个人脉很广的朋友 动用了自己整个光系网 试图帮助他的一个亲人 那是一个患有重症的年轻人 可是最终那位年轻人还是死了 因为再多的关系也没法让他住进医院 病人太多了 朋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他说 我想尽了一切办法 想给他弄张床位 但是什么都做不到 尽管目前新德里有多么困难和多么危险 情况都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 流行病学家说 感染数字将会继续攀升 到8月份 全国每天报告的病例将会达到50万 印度死于新冠的人数将会达到100万 这里的双突变变种病毒 一个突变可能使得病毒更具有传染性 另外一个突变可能使得病毒对疫苗具有抗药性 医生们也都很害怕 我们采访过一些人他们说 已经接种了两次疫苗了 但是仍然患上了重症 所以你能够做些什么呢 疫苗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试图保持积极的心态 告诉自己已经有最好的疫苗了 但是结果是 我发现自己在公寓的房间里多来多去 精神恍惚 无精打采的打开罐头为孩子做饭 神心俱疲 我害怕看手机 害怕再收到一条关于朋友病情恶化的信息 或者是比这更糟的消息 我肯定上百万人都有这种感觉 我不可控制的开始想象那些症状 我的喉咙痛吗 有没有隐隐的头痛 我今天的感觉更差了吗 这篇文章充满了压抑 恐惧和不知所措 Gettleman拍摄的照片让人触目惊心 沉重晚分 在很多问题上 不可一世 骄傲的人类 在面对瘟疫时的恐惧和无奈 展露无疑 那些让人无比自豪的科技发展 又能够赶上不断变异的病毒多少呢 面对致命的大瘟疫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 都难逃住不上医院的平等的结局 在生死面前 因为火栈场无力消化 而用彩火集体火化 伴随着烧焦尸体味的火焰和浓烟传到很远很远 这个时候谁还有心情去谈论如何解决环境问题 有些人祈祷自己或者孩子 一定要身在太平盛世 远离灾难和动荡 但我突然有一种不同的感触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 能够经历和见证历史的人 也是需要独特的机缘的 走过灾难 见证希望 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只是这样的出路到底何在? 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 但是却很不容易得出答案 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能够继续探讨 所以别忘了订阅真观点哦 随着这么长时间紧张的研发 疫苗总算面世了 但是难以想象的是 就在全世界都在欢喜庆祝 快马加鞭安排接种之余 另外一波更可怕的疫情 似乎正在悄然来袭 从3月底开始 很多国家的新增病例 就奇怪的不约而同的出现了激增 目前世界感染病例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可是我发现 就是这样的数据 里面掺杂的水分还真的不少 真实情况可能更加让人震惊 别忘了 严重影响疫情数据的至少有中国一份 而且印度也极有可能严重低估死亡数据 举个例子 最近几天印度的死亡人数是每天3000多人 这个数字已经很可怕了吧 但实际情况可能更加精确 根据统计 印度每年正常的死亡率是7.3千 印度总人口13.8亿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 印度平均每天都会死亡将近2.8万人 可是对比官方的通报 每天因为瘟疫而死亡的人3000多人 是印度正常情况下死亡人数的9分之1 这很不合常理啊 而且 从印度对尸体的火化程度来看 火葬场已经烧不过来了 需要在野外用柴火集体焚烧 如果只是增加了正常死亡率的9分之1 不应该火葬场都忙不过来啊 而且 要出现这种火葬场忙不过来 需要到野外去烧的情况 那每天死亡的人数应该是远远大于正常死亡率才对 可能是2.8万人的几倍 是几十倍甚至是更大 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可以说明了 半岛电视台最近采访了印度中部城市 伯帕尔的一家火葬场 这家火葬场说上周六一天 光是他们一家就火化了110多人 而这一家火葬场其实并不是这个 具有180万人口城市的唯一一个火葬场 所以全市在当天火化的人数是远大于110 那么对比一下政府所统计的当天死亡人数 仅仅是10人而已 所以是十分之一 从这个比例就可以感受到 印度每天真实的死亡人数应该远远不止 现在官方所公布的3000多人 这一次在印度感染的人群和上一波对比 有着很明显的不同 这一次是条件较好的中产和富裕的人口 年轻人也很多 疫情还在发展 没有人知道等在前面的会是什么 我们到现在都不得不承认 人类对于这个病毒的了解还很少 未知数还太多了 而印度为什么突然间疫情大爆发 表面上看就是病毒突片 可是为啥印度这么惨呢 在那里突变的病毒为什么这么可恶 虽然巴西其他地方也有突变 但是相比起来没那么严重 你可能会说 这个是再现象吧 谁能知道啊 哎 我那天还正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文章 且不论真实性 全当时和大家分享了 那篇文章是在去年5月份发表的 那里面就说 第二波疫情起于何地 天定印度 哇 现在看来是不是很震惊啊 去年5月份的文章哦 那时就知道了 看他怎么说的 里面说 天象预警指向印度 2017年流星炸北斗的天象在丽江看 这个方位是在西北 而2018年云南西双版纳还有一次火流星 由东向西偏北方向划过去 并没有爆炸 这两颗火流星的方向共同都指向了印度 嗯 所以是这个夜观星象得出来的 那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那为什么第二波疫情 天定印度呢 文章给出的解释呢 是古代的印度灭佛 这个听起来嘛 它合不合理 我们难以议论啊 不过呢 倒是建议大家感兴趣的呢 可以查查看当年印度灭佛是个啥事儿 最最关键的是 那篇文章里讲了 从5月份往后算3个月 瘟疫将会从印度传回到中国 人们将会再次防补胜防 让人很担心的是 这个预测似乎是在开始应验了 前几天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并首行专家吴尊友透露 大陆的部分城市已经检测出印度的变种病毒了 虽然它没有说明到底是哪些城市出现了 但这样的消息足以在网络上炸锅 网友们纷纷呼吁 到底是哪些城市出现 一定要尽早公布啊 而且眼下正值五一假期 大陆出行量暴增 预计整个5天出游人数会突破2亿人 结合吴尊友的话 真的是捏把汗啊 不仅仅如此 刚刚我们说的 从去年5月份就披露出的天象预言中提到的时间点 和印度占星师阿南德最新的预言是不谋而合的 文章里说是5月份往后的3个月 那就是8 9月份左右 阿南德最近对疫情的预言中说 今年的9月份 木星将会彻底运行至摩羯公位 这时全球的另外一波疫情将会达到最高峰 两个对照一下 9月份的疫情高峰 不会是印度毒株传入中国 扩散世界而引起的吧 可千万别啊 阿南德还说了 今年11月才会开始出现很轻微不明显的复苏迹象 但是要直到明年的5月份才会明显复苏 经济也才会开始有所起色 他还说了 2021年的某一些方面 比起2020年来说会更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过度担心 阿南德提醒 人类要勇于认错 走向大自然才能够解决问题 同时提升身体与精神方面的力量 有助于对抗疾病 他呼吁大家 多走出户外晒太阳 呼吸新鲜的空气 虽然不能够对抗疫情 但是能够帮助抵抗其他疾病 阿南德还分享了一首诗 大意识 星球的辐射不会伤害那些冷静和平 时刻小心防止自己伤害到其他生命的人 那些长久以来自我约束不做坏事的人 那些不振黑心钱的人 那些好好遵守神灵的教会的人 阿南德还说 我们要保持对神的信仰 要做好人 要对神赋予我们每个人的一切 心存感激 也要将这些东西去分享给那些没能够得到他们的人 好啦 今天的话题很沉重 但是也希望能给大家一个提醒 虽然疫苗面世了 但是自己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还是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的 我们每期都要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哦 感谢您观看今天的真观点 我是真飞 我们很快又再会咯